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看和聊聊历史上的夏侯敦 他的传辑很有意思,只有八百字不到 甚至四分之一是在描述他的部下韩浩的高光时刻 网上也有很多介绍他的视频 说他打仗没赢过,升官没停过等等 我们也就不玩耿了,直接开始吧 夏侯敦,自圆让,佩国乔骏人 是西汉开国元勋夏侯英的后代 没有出生时的年份记载 不是帝王将士,也没有什么神光印象 来描述他出生前后的景象 史书上的下一句,就直接是夏侯敦十四岁时 跟着一位老师学习 某一天,有一个人误入了他的老师 夏侯敦二话不说,就将那个人杀了 因此,他以暴躁老哥 不是,他以性格刚强,猎气而闻名于郡里 公元184年,黄金之乱爆发 曹操初起与黄金军作战时 夏侯敦就作为他的皮将,跟随曹操南征北战 公元190年,曹操任奋武将军时 以夏侯敦为司马,让他囤住在白马一带 后又升迁他为折冲校尉,兼任东郡太守 四年后,公元1904年 曹操的势力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 曹操的老爹和弟弟在投奔曹操的路上 被当时的徐州墓陶迁派兵杀害 对,没错,和演义里不同 正是里不论是侯汉书还是三国志 都是陶迁主动派人将曹操的老爹和弟弟杀害的 当然了,也是曹操在上一年先进攻招惹了陶迁 连克徐州食欲城池 才导致陶迁处怨曹操,杀了他的老爹和弟弟 同年,曹操发兵征讨陶迁时留下夏侯敦手蒲扬 曹操出发后,他的部下陈公和张淼背叛曹操 迎奉吕布入主衍州 当时曹操的家眷都在眷城 夏侯敦听到这一消息 立刻率军从蒲扬轻装前往眷城救援 在途中与吕布遭遇,两军交战 吕布则不恋战,绕过了夏侯敦的军队 去偷袭蒲扬,得到了夏侯敦部的资重 右派将领假装投降,挟持住了夏侯敦 要夏侯敦交出柴货宝物 一时,震惊和恐慌弥漫在夏侯敦的军中 这时,夏侯敦的部将韩浩站了出来 守在英门口,把各级将领都召集在一起 让他们去安定手下的士兵 不得贸然行动,夏侯敦的军队才慢慢稳定下来 随后,韩浩到了夏侯敦的住所 怒斥挟持夏侯敦的人说 儿等兄弟,居然敢挟持将军作为人质 你们活得不耐烦了吗? 我受命讨伐叛贼 难道我会因为一个将军而放任你们为所欲为吗? 韩浩又哭着对夏侯敦说 这就是国法,我也无可奈何 随后立刻下令士兵进攻劫持者 这时,劫持者害怕地开始下跪磕头 说到我们只是想求些财货物资 当做回去的路费而已 韩浩再度斥责这些劫持者一顿 然后将他们全部斩杀 夏侯敦才免于一死 曹操听说了这件事,夸赞韩浩 你的做法可谓万事之法 于是发布命令 今后如果有劫持人质的事件 连人质一同消灭 不要顾及人质 从那天起,劫持人质的事情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曹操从徐州回来后 地盘就只剩下三座城池 而这三座城池之一就包括之前夏侯敦所救援的眷城 随后曹操开始反攻旅布 夏侯敦也跟随曹操去讨伐旅布 但在战争中被刘屎射伤左眼 左眼被射中后 军中就开始称夏侯敦为盲夏侯 但夏侯敦非常厌恶这个称号 每当照到镜子 都会把镜子狠狠地摔到地上 在这里插一句 如果我们单纯看三国志里面夏侯敦的记载是非常短的 不到八百字 但如果我们加上自治通鉴 魏略 还有东汉末年建安妻子之一王灿所著的英雄记 夏侯敦的人物形象就会更加的完整 但里面所记载的事情是真是假 那就见仁见智了 后来夏侯敦又任领了陈流继英太守 加封建武将军封高安相侯 当时发生了大汗 蝗虫四起 夏侯敦截断太守水 做成一个池塘 他亲自附土 带领着将士们一起向老百姓宣传重道的好处 治下的老百姓才得以渡过难关 夏侯敦不久后又转任为河南影 公元198年 吕布派遣张辽高顺进攻刘备 曹操则派遣夏侯敦去救援刘备 但被高顺等人击败 小配沉破 刘备的家小沦为俘虏 刘备则只身逃走 四年后公元2022年 这时的刘备投往刘表的地盘 刘表就命刘备提军北上进攻曹操 曹操遣夏侯敦 于静 李典等将领前往抵御刘备 两军相聚于伯望坡 相持一段时间后 刘备突然火烧自己的银载退走 夏侯敦等人决定追击 这时李典劝说道 刘备无故退走必有埋伏 难道狭窄草物茂盛不可追击 但夏侯敦等人不听 追击后果然遭遇埋伏大败 还好 这时李典前来救援 刘备才撤军退走 公元204年 曹操平定河北的过程中 夏侯敦一直作为殿后的将军 以防敌袭 攻下夜城后 夏侯敦身前为福波将军 仍担任河南影一职 并允许他便宜从事 不会被制度或者关节比他高的人所限制 公元206年 河东地区掀起了一阵叛乱 曹操派遣夏侯敦前去争搅 但很快 忠瑶等人就已经大获全胜 将叛乱平面了 公元207年 曹操将夏侯敦前后的功劳统计了一下 又给他增加封益1800户 加上以前历次封赏的 共计2500户 公元215年 曹操在攻打汉中张鲁时 张鲁之地张卫 凭借着杨平关和汉中之地的地利 死守不退 在曹操准备放弃退军时 便先让夏侯敦和徐楚 前去整顿部队撤退 然而部队在夜里迷路 误闯进了张卫的大本营 结果敌军下的直接四散溃逃 夏侯敦则在军中参谋 刘叶心皮的告知下 又亲自前去查看 才相信确实攻破了张卫的军营 于是禀告曹操 大军乘胜进军 一举拿下了汉中 公元216年 赤壁之战的6年后 夏侯敦跟随曹操去侦讨孙权 回来后让他嘟嘟26入人马 留守居朝 又赐给他各种乐器和有名的昌忧 说道 魏将联合西荣有功 尚能得到中庆之类的乐器 何况将居你呢 三年后 公元219年 曹操在摩碑驻军 时常招呼夏侯敦与他同乘一辆车 夏侯敦也可以随意出入曹操的卧室 曹操对他的亲近和器重 驻将无人能比 曹操又任命夏侯敦为前将军 带领着各路人马回到寿春 又转移到昭陵驻扎 公元220年 曹操去世 曹批继位 任命夏侯敦为大将军 但两个月后 夏侯敦也去世了 夏侯敦虽然一生都在军领之中 南征北战 但他一直没有放弃从业学习 亲自迎接老师 尊师重道 虚心聆听教导 且品行清减 有多余的财产 则分尸给众人 从不以权谋私 家中也不知被产业 死后视为忠侯 儿子夏侯冲继其爵位 后来曹批为了追念夏侯敦的功绩 想让他的子孙们都享受侯的待遇 分给夏侯敦的家眷 封义一千户 封夏侯敦的七个儿子 两个孙子为官内侯 那今天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